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批M4 Mac电脑将于今年晚些时候登场 和往年一样 大概在10月到11月前后 这其中包括新款iMac 入门级14英寸MacBook Pro 高端14英寸和16英寸MacBook Pro 以及搭载M4芯片的Mac Mini 明年 苹果将在年初春季对13英寸和15英寸MacBook Air进行更新 年终发布新一代MacStudio 下半年发布Mac Pro 全搭载M4芯片 就目前的价格二年 2023年的入门级M3 iMac为1299美元 14英寸MacBook Pro为1599美元 M3版13英寸和15英寸MacBook Air的收价 分别是1099美元和1299美元 配备M3 Pro的14英寸MacBook Pro 起步价为1999美元 16英寸版本则从2499美元起收 虽然报道没有谈及定价问题 但苹果有可能不会大幅提价 甚至根本不加价 当然 这只是外界的猜测 据报道 M4芯片系列将主要分为三个梯队 入门级的Dunan 更高阶的Pro板和旗舰芯片Header 消息称 苹果计划重点宣传新芯片在AI运算方面的能力 以及他们将如何与即将发布的MacOS新版本相结合 报道表示 入门级MacBook Pro 新款MacBook Air 和低端Mac mini将采用Dunan芯片 应该就是入门版M4 Pro板芯片则会用于高端MacBook Pro 和更贵的Mac mini型号 而苹果最顶级的台式机新款Mac Pro 则有望搭载性能强悍的Header芯片 此外 苹果还在测试不同配置的MacStudio 一款采用尚未发布的N3芯片 或许就是传闻中的N3 Ultra 另一款则使用了M4 Pro瓦处理器的变体 随着M4芯片的推出 Mac台式机的内存支持也将迎来革命性的变化 新款MacStudio M4 苹果正考虑让它最高支持到512GB内存 相比之下 目前的MacStudio和Mac Pro的统一内存最高为192GB 从第一代开始 苹果的M系列芯片就搭载了专用的神经网络引擎 如今 AI个人电脑已经成为业界的新虫 苹果自然也希望借机大肆宣传M系列芯片的AI实力 就像果粉们在M3芯片发布时看到的那样 为此 报道透露 苹果计划在旗下所有产品中加入全新的AI功能 消息人士还对媒体称 苹果准备在2024年的WWDG大会上展示一系列新功能 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再终端设备本地运行 而非依赖远程云服务器 如果属实 M4芯片据推测会比现有的M3芯片更快 应该能更高效地执行这些任务 另外 郭粉有望在发布会上一堵MacOS新版本的风采 看看这些AI新功能将如何与操作系统融合 不过 苹果M4芯片目前还停留在传闻阶段 以上信息恐怕都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说到WWDC2024 大家最期待的 全新的IOS18也再次出现了更多的细节爆料信息 近日 网友尼古拉斯·阿瓦雷斯通过苹果服务器上的后端代码发现 IOS18将配备一个新的Sephar浏览助手 有媒体也证实了该代码的存在 但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细节 达尔瓦雷斯表示 浏览助手似乎将使用iCloud Private Relay的基础设施 以一种注重隐私的方式向苹果发送相关数据 如果真是这样 也许该功能的使用需要订阅iCloud加 但目前这只是猜测 Sephar中的浏览助手可能是苹果即将推出的众多新的生成 是AI功能之一 据传这些功能将在今年晚些时候 随IOS18一起出现在iPhone上 已经有多个带有人工智能工具的iPhone网络浏览器 比如带有GPT4API的微软Copilot助手 其可以会从网页以提供简洁明绕的信息 阿尔瓦雷斯还在苹果服务器的后端代码中 发现了所谓的加密视觉搜索功能 但具体细节上不清楚 MacRumors网站编辑史迪夫木则 去年在VisionOS beta代码中 发现了苹果Vision Pro头显的新视觉搜索功能 该功能将允许用户将现实世界中的打印文本复制 并粘贴到应用程序等中 但该功能尚未推出 苹果可能计划推出该功能的更安全版本 但是该代码已可能与iPhone现有的视觉查照功能有关 该功能可以识别照片和视频中的内容 此前的爆料就曾提到 苹果iOS18中的一大升级就是将引入生成式AI 但照爆料中的说法 苹果虽然一直在开发自己的大型语言模型 但由于与目前的主流产品差距过大 短时间内无法达到近似水平 所以苹果并不打算在包括iOS18在内的下一次重大软件更新中 推出自己的生成式AI聊天机器人 目前 苹果考虑在iOS iPadOS等系统中引入其他大模型公司产品 来为旗下设备提供某些AI功能 前段时间就有媒体报道称 苹果已经与Alphabet公司旗下的谷歌 OpenAI以及EnferPic进行了讨论 计划推出帮助用户日常生活的新AI功能 另有爆料显示 iOS18将有一个自定义自由度更高的主屏幕 据称 iOS18将允许用户在主屏幕网格的任何位置放置应用程序图标 这意味着用户能够在应用程序图标之间创建空格 立合行 除了主屏幕应用排列方面的调整外 iOS18将采用一些受Vision Notes启发的设计元素 带来类似于Vision Notes操作系统等的设计 进行设计元素和UI方面的新调整 最近的一份爆料中还显示 苹果可能计划在iOS18的苹果地图中增加 对自定义导航路径的支持 目前 苹果地图不提供输入自选导航路线的方式 仅能使用苹果预先选择的选项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期待M4和苹果新的AI功能吗 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